第1071章 缉拿人魂 助明朗与玉恒星女神分开之后 她没有即可回到玉恒星宫 在仙城 找到了彩幽 助明朗让彩幽帮自己护法 自己则坐在了院子的中央 目光注视着那银月光辉旁 那一颗属于自己的星辰 无神 您确定要深夜使用神力吗 彩幽说道 这个红叶 无论如何不能让她逃了 我在她身上留下的神识印记 很快就会消失 不能再等下去 必须将她处决 助明朗说道 红叶是已经是处决名单上的恶仙了 助明朗也已经找到了她的本尊 原本 助明朗想直接用武力将她杀死 毕竟神力的施展会留下许多痕迹 有红魔恶仙这样一个不亚于北斗七星神的存在 使用神力是存在风险的 可助明朗等不下去了 自己这些日子一直在寻查 根本没有主动找到一丝丝线索痕迹 发现红叶也纯粹是因为周倩这个巧合 如果不抓住这个巧合 将红叶给彻底解决 以这恶仙的悠长寿命 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遇害 天女灵舞的阻扰 南宫剑仙的出现 这一定程度上已经表明 红魔红叶两位恶仙 在利用他们的能力 笼络一些正神庇佑他们 他们将来只会越来越壮大 先听 梦唐 助明朗即便知道 这一次使用处决神力会有一些冒险 但如果 不能够将红叶这恶贯满盈之仙给斩了 这神明不要也罢 进入到梦唐之中 助明朗望了一眼左右两侧的神像 长皇在 长城却不在 其他神像也没有齐全 有缺席的 助明朗心中有一些困惑 但现在没有时间去深究其中的细节 缉拿红叶人魂 助明朗对长皇道 长皇点了点头 他看了一眼其他朦胧胧胧的神像 于是亲自率队前往 顺着助明朗留在红叶身上的那一抹 神识残念 追着红叶而去 夜深宁静 背着竹框 红叶脸色发白地 走在了灯火通明的街巷中 宵禁的缘故 出行的人并不多 但还是有一些特殊原因必须要走出家门的 小帅哥 收摊了吗 怀树下 一位身段妖娆的女子 穿着红豆色的衣裳 正朝着红叶招手 你需要买什么吗 我这里什么都有 红叶走了上去 我呀 就想买你的一夜阳春 妖娆女子笑盈盈地道 红叶脸色一变 冷哼了一声 夜才女 离我远点 我心情不好 让我看看 你都在思念着谁 妖娆女子依旧带着几分妩媚 她那双眼睛在夜色里突然变得如琥珀一般 仿佛可以一眼看穿人心 下一秒 妖娆女子的脸庞发生了变化 她渐渐地化作了天女灵舞的样子 五官一模一样 就是发式也好像在朝着天女灵舞转变 怎样 现在呢 可否有兴趣跟我做一叶皮肉的买卖了 妖娆女子笑着说道 给我滚 红叶大怒 几乎要冲上去 掐死这个夜才女 夜才女带着激笑 身体鬼魅地向后飘去 飘到了那槐树之中 笑声越来越明显 如阴风吹动着叶片 渐渐有些嘈杂 大家都是一路货色 为何要鄙视人家呢 你做你的买卖 我做我的买卖 偶尔交流一下 不是也挺好的吗 夜才女说道 红叶面容英质 她扭头朝着身像中走去 该死的正神 一定要你血债血偿 红叶心中怨怒滔滔 林武的死 对红叶打击很大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有一段感情的 只是 红叶知道光凭自己 很难对付得了那个家伙 必须请自己大哥红魔出手 顺着深深的巷子 红叶走到了最后一屋院 大大的珠红色木门上 有两个硕大的铜门环 红叶顺着台阶走上去 正要去拉门环 忽然听到身后有奇怪的声音 她以为又是夜才女 这种阴间的女魔 专门挑精力旺盛的男人财补 多数男人一夜过后 就会开始一蹶不振 寿命也会缩短几分 我说了滚 否则拧断你的脖子 红叶转过头去 怒道 然而 身后所站的人 并非是夜才女 赫然是一位手持着巨大镣铐 身材无比魁梧的一位灵神 该神明即便在夜里 依旧神谋异议 他虽然也不过世高 自己一劫 但在红叶看来 跟一座宏伟之山那般 红叶 天道轮回 该你上路了 那手持镣铐的灵神高喊了一声 犹如雷鸣一般 这街坊仅仅听到一声突如其来的闷雷 再也没有其他 红叶脸色变了 满眼的惊恐与不敢置信 这位官差 是不是搞错了 我阳寿至少还有两百年 红叶说道 没有错 红叶 就是你 上路吧 镣铐灵神没有再多说 朝着红叶丢去了厚重无比的天行镣铐 红叶要躲 但这种镣铐 却是锁着他的魂魄的 很快红叶的手脚都被死死地锁住 他的脖子上 更是拴上了一副沉重的铜链 犹如一头正打算拖拽到市场上屠宰的牲畜 屋檐上 隐隐约约浮现出几个身影 唯有在闪电划破天际的那一刹那 他们的影子 才会印在院墙上 老槐树处 那夜彩女缩成一团 吓得浑身发抖 此时的她 就像是一只惊恐的老鼠 找不到自己逃生的地洞 电闪雷鸣 却不见一滴雨 红叶被一路拖拽 从深院长巷 拖到了丁字路口 而丁字路口向北的方向上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条黑续续的路来 路径上没有半个人家 更不知通向何方 红叶手脚背负 与被拖到街上 游行的死球 没有什么区别 终于 闪电不再浮现 雷声也消失了 夜空恢复了原本的宁静 红叶被带走了 那些神影也离去了 有一些胆子大的人家 他们打开了窗子的一条缝隙 想看一看 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偶尔还可以听见 婴孩们被吓醒后的哭啼 之前不敢乱吼的老狗 为了彰显自己的作用 此时开始狂吠 第1072章 杨兽回归 先停梦堂 著名朗看到了红叶如一条 半死不活的气狗 被残暴地拖拽到了堂中 这一次是抓对人了 人魂还没有带到 就已经被折磨了个半死 当然 长皇也懂 最后一口气的处决权 还是在浮沉神这里 红叶 可认得我 著名朗浮起了笑容 那张脸在梦雾缭绕中 逐渐清晰了起来 是 是你 红叶认出了著名朗 原本眼睛里 还有那么一点 狡诈光辉的他 一下子灭了去 抵赖都没法抵赖了 送他路吧 急欲轮回的那些名官 都等不及了 著名朗不再与这东西废话 不 不 我不入急欲轮回 我绝不入急欲轮回 我已经记现了 那么多的活人阳兽 红叶立刻嘶吼了起来 上天对你不公 当你死去的那一天 有阴神将你丢入急欲 我打穿急欲的门 也会将你救出来 但你如今的罪免 若急欲之下 还有108层 你也该永生永世 待在最底层 著名朗冷冷地说道 你没有资格 你没有资格处决我 我大哥乃魔先尊 为万神之尊 红叶声音开始尖锐 你大哥 他和你一样 都该下急欲轮回 但他比你聪明 靠着这个聪明 他能够比你在阳间 多活一些年 但不用替他担心 很快我会和你在下面团聚 著名朗说道 如果不是红魔在对付魏卓那一家的时候 完美地将自己摘出了其中的因果 著名朗一样 可以将红魔给处决了 红魔这些日子 还不是要夹杂尾巴做人 一旦被自己抓住了他的罪证 什么魔先尊 什么恶怨之神 哪怕拥有石成欲横仙的法力 一样当场处决 斩令一下 梦堂之上 一柄青苍之剑豁然落下 朝着红叶的脖梗位置 斩了下去 红叶的脖子上还有铜铐 他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这一件让他人头落地 然而死亡对他来说 只是一阵短痛 真正的噩梦是从死亡开始 他无法像寻常人那样 死后就进入到轮回 甚至连轮回做畜生都没有资格 他的灵魂与意识 需要承受着无尽的折磨 那些急欲酷刑 比人间的刑罚可怕百倍千倍 最令人崩溃的是 酷刑是一个无穷尽的时间轮回 经历了一遍又一遍 千年万年 红叶绝不会想到自己穷尽一生 都在逃避急欲 最终还是被判入急欲中 最为可笑的是 他所供奉的那些阳寿 也不知最后落入到哪一个邪神 邪仙的口袋中 而真正能救赎他和审判他的人 其实前不久才被他骗走了一百年阳寿 余妹到了极点 听信歪门邪道 却不愿意正视自己 曾经犯下的小小过错 在著名朗看来 红叶根本不值得一点点的可怜 在他内心底 本就是对这个世界极恶如仇 哪怕没有误实 给了他一丝丝的机会 他也一定会狠狠地将怒火 宣泄在那些无辜的人身上 物食人肉 给了他一个走向罪恶的完美理由 哪有那么多身不由己 一次又一次地放任自己 滑向深渊 宁愿沉浸在老天不公的抱怨与仇恨中 也不愿意咬着牙往上爬一爬 明明没有掉入多深 明明自己就可以救赎自己 非要等光都看不见了 一头栽进去黑暗里 光明中的人 或许不全是愿意拉你一把的人 但黑渊之中的人 一定是想尽一切办法 将你越拽越深的 处决了红意 祝明朗尝了一口气 这些日子 堵在自己心胸中的东西 总算散去了 总算对得起自己 所修的急欲 正义 尚先 您也累了 早些回去休息吧 长皇说道 这个先庭梦堂 就是靠祝明朗的神力在维持着的 而且 各位神像所具备的一些 上天入地缉拿三魂的能力 也一定程度上 与祝明朗的神灰有关 连续使用这种神力 是会对自己的神魂 造成一些影响的 斩了红意 祝明朗发现有一缕缕魂丝 正从先庭之外飘向自己 陆陆续续回归到自己的心魂之中 是自己的杨兽 一百年杨兽 红意一死 他夺取的杨兽 正在回归到自己的身上 似乎也因为这些杨兽的回归 祝明朗感觉到 自己有些疲倦的神魂 竟有恢复的迹象 看来自己的魂兽 与自己的神魂神力 息息相关的 恢复了一些精气神 祝明朗也不打算 马上离开先庭梦堂 不接 祝明朗说道 还带啊 在上仙修为 没有达到更高境界之前 要短时间内处决两次 怕是很困难 祝明朗说道 不处决 只是看看 能不能折他的仙徒 祝明朗说道 哦 既拿天魂是吧 那没有问题 大家加个班 祝明朗对其他神像们说道 其他神像也没有太多的怨言 为老天爷办事 本就该抛头颅撒热血 何况是加个夜班呢 带谁的天魂 南宫见仙 西记 祝明朗说道 罪名 与邪仓存在肮脏交易 先庭梦堂本 就设立在飘渺的天界 而每一个修行者的天魂 也都云游在这一带 积拿天魂可以说是最为简单的 不然远在其他星宿的太子星天魂 也不至于被传唤过来 如果理由恰当 传唤七星神的天魂 也是可以的 当然 祝明朗现在严重怀疑 上一代浮沉星 应该就是太膨胀 被七星神给弄死了 很快 西记的天魂就被带了过来 西记一身洁白无瑕的云衣 手持着那文竹之剑 天魂只在乎仙徒 只寻觅更高的境界 所以 此时西记的天魂 看上去与著名朗见到的 那个西记本尊 有很大的差别 西记天魂很茫然地走进来 他知道自己在做梦 但他不清楚 自己为何会被老天爷带来问话 自己做错了什么 丧尽天良的事吗 上神 是否有什么 需要小心协助的 西记不解地问道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不清楚吗 如果你想不起来 可以先看一看地上的这颗脑袋 著名朗用手指了指地上 那是红衣的头颅 第1073章 同样法力通天 西记走过去 特意走到红衣脸冲着的那个方向 当他看清红衣那张脸时 神情立刻发生了变化 这位 这位不是上苍的化身吗 西记惊恐万分地道 什么化身 著名朗冷笑 这红衣也配当上苍的化身 严格上来说 自己才是上苍的化身 这个西记典型的装糊涂 著名朗不相信一个南宫剑仙 会愚蠢到这种地步 除非 红衣根本没有向西记索要阳兽 但没有索要阳兽 一定索要了别的东西 有一天 我云游在外 忽有仙人走来 送了我一颗修为仙果 助我从准卫神军 突破到了下卫神军 这仙人正是他 一直以来 小仙都认为他是上苍的化身 西记说道 他向你索要什么 助名朗志问道 他告诉我 他替上苍向善德的人施恩 所以一直在凡间走动 但在凡间走动 难免会留痕迹 被某些新人识破他的身份 所以 让我以自己神权来庇佑他 西记回答道 你就是以这个可笑的说法 来欺骗你自己 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 从他这里获得红利 最终成就了 自己现在中卫神军的修为 助名朗冷冷地道 西记是中卫神军 修为相当高了 而他这些修为里面 自然是掺了邪仓的水分 显然 红一向西记做的不是交易 而是在向西记行会 红魔和红一两兄弟 他们一直逍遥法外 显然是向不少仙神行过会了 这些仙神多半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甚至从他们这里得了不少好处 于是庇佑着这恶仙团伙 小仙一直寻求天道 也一直坚守自己的修行 从未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 西记一脸正色道 他为红一 专脸人杨寿 而且是世间善人 与世间善修的杨寿 触怒了上仓 上仓命我斩他 并彻查此事 红一临死前向我招供 他在凡间向你寻求庇佑 并多次依仗着你 逃脱了其他正神的巡查 他能逍遥至今 你难攻见先攻不可没 助明朗说道 小仙不知情 西记的天魂倒是很镇定 一口咬定他不知道 那现在告诉你了 你知情了 助明朗问道 知情了 那么我舍了你的受惠所得的修为 你有意义 助明朗道 西记看了一眼红一的脑袋 他可以拒绝 这个拒绝自然意味着 他得与这位拥有如此强大神力的神明印钢 西记若问心无愧 或者他有绝对的把握 对方抓不住自己的其他把柄 他确实可以印钢 对方奈何不了自己 但西记担心自己的地魂与人魂出问题 天魂抓一次 地魂抓一次 人魂再抓一次 三魂中不可能每个魂都天衣无缝 拥有这种能力的神明 想要盯着自己狗 肯定能整出一些事情来的 小仙愿意折损一间 西记的天魂犹豫再三 给出了这个妥协回答 从中位降到下位 是 行吧 念在你不知情的份上 对了 你的徒儿灵武 索性之事 就不是一个不知情那么简单了 柱明朗说道 他死不足惜 西记的天魂冷淡道 不愧是天魂 没的感情 也不在乎亲友 这跟西记本尊表现出的 对灵武的重视截然不同 可见天魂也怕自己的仙徒 受灵武牵连 好 动手吧 柱明朗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西记也没有犹豫 为了不被牵扯出更多的东西 他西翼断尾 自损了自己一阶修为 你可以走了 柱明朗说道 西记点了点头 不再多言 柱明朗望着西记天魂离去的背影 这个西记 显然红魔那么难对付 但也很难通过自己的 浮沉神的能力 对他进行更多的惩罚 自己这边靠着红衣的死 唬掉了他一阶修为 玉恒星女神 应当也会剥夺他一部分神权 毕竟是南宫剑仙 哪怕要对付他 也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宁静的夜下 长长的巷子灯火通明 珠红色的大门前 红衣本尊站立在那里 久久都没有动弹一下 这时 屋子里的门自己打开了 身穿着一件朴素麻衣的红魔 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笑着对红衣道 站在门外半天不进来 发什么呆呢 我给你做了一盘素饺子 快来吃 话说到一半 红魔发现了弟弟的不对劲 他走近了一些 看着双目无神 整个人僵直不动的红衣 一阵风从长向另一头吹来 穿过了大门 划过了院子 同时也吹倒了毅力不动的红衣 红衣直直地往红魔身上倒去 红魔抱住了他 瞬间感受到了红衣身上温度 冰冷到了极点 已经是死人的温度了 红魔深吸了一口气 他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恐怖的阴森 他双手抱紧了红衣的背 那双幽冷的眼睛 眺望着夜空苍穹 夜空苍穹中星辰密布 七星之灰更是清晰地映在夜幕上 红魔的双眼像是在搜寻 搜寻着某个正神留下的痕迹 但痕迹并不多 刚才他一直在屋子里 他甚至听到了红衣归来的脚步声 但就在红魔圣汤的时间 自己弟弟红衣便死在了门前 死在了某位正神的强大神通下 可以感受到的是 对方同样法力通天 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警告 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成见 回到了屋子里 红魔将弟弟红衣摆在自己桌子对面 找了一根拆棍 将他腰杆撑住 红魔端起了那盘饺子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狼吞虎咽 根本不需要知道是什么味道 吃完之后 他看了一眼弟弟红衣面前 那一盘未动过的饺子 忽然 红魔将那一盘素饺子也扯了过来 替弟弟吃了下去 他一边吃 一边抹掉泪水 等到完全吃干净了之后 桌前满是残渣 一片狼藉 怨怒持续涌上心头 红魔那双眼睛 心红中透出了无尽的恶怨 你的一切 我会掠夺得一干二净 与我为敌 必让你生不如死 第1074章 稳健发育 损失的神魂回归 著名朗连睡了三天 这三天也睡得特别安心 总算不用再担心 会不会有人被夺取了寿命 而红魔 在知道玉恒星女神 也在找他的情况下 他得夹着尾巴做人 即便要为他死去的弟弟报仇 他也不敢贸然出动 著名朗按照玉恒星女神说的 近些日子 基本上不外出 免得不小心撞上了红魔的圈套 红魔非常擅长 利用人性的贪婪 来制定一个量身定做的陷阱 自己就待在玉恒星宫在 白双宫 玉恒宫两个地方来回走动 就不信这恶仙能拿自己如何 有本事来和自己的两位 玉仙长辈碰一碰 欺凌自己一个间隙神明 算什么本事 你真不出去啊 少守尊 我们白龙神宗可发现了一个大灵脉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 您吃肉 我们喝点汤就好 杜攀说道 不用 肉和汤 你们都吃了 我不缺这点 助名朗说道 那个恶仙 真有那么什么 杜攀有些疑惑地问道 我不是怕他 而是做人的稳健 现在我还在修为上升期 就全身心 投入在提升自己的实力上 助名朗说道 少守尊乃真男人 能屈能伸 为了声名大义 毅然决然地斩了恶仙的亲弟弟 坚决不像这种险恶仙势力低头 换作是其他神明 在知道对方后台很硬的情况下 根本连动一根毫毛的胆量都没有 杜攀向助名朗 竖起了大拇指 少在这里废话了 你们白龙神宗答应我的东西 一样都不能少 助名朗说道 自然 我这不是亲自给您送过来了吗 小白龙最近怎样 越发可爱了呀 我要是能有您这样的奉约白龙 绝对自己开宗立派 广纳女弟子 那一天让他们穿着不一样的服饰伺候 杜攀露出了邪笑 滚蛋 你也不看看这玉恒神将是圣形什么 男人别想真正站起来 助名朗骂道 哎 杜攀送来的资源很灵散 但有一点好的 所有的灵资 无论是神鹿 鲜蜜 龙珠 魂粉 圣果 都是与小白奇属性相匹配的 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技巧 只要将这些好东西 往小白起肚子里喂就好了 小白起血脉高 消化的速度也快 有的时候吃得撑一点也没有关系 和阎望龙 玄风练一练 很快就变成了身体各个部位的养分 马上又到残月开启的日子了 助名朗看了一眼 自己头顶上那华丽的紫气 紫气已经浓郁得犹如一朵特殊的祥云 在古老的时代 也只有那些成圣作祖的人头顶上才有 简直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圣子转世 惊仙下凡 之前斩了墨首 现在又斩了红意 后者更加恶贯满盈 这两恶神加起来 使得助名朗的神明功德又大幅度上涨了 宛如是在修行的道路上 开启了另一种人生 红运当头 福气满意 这种时候 最适合去外头走动走动的 假如你是单身 走在路上随意搀扶一位老奶奶过街 老奶奶必有一位年方十八 貌美如花的小孙女 小孙女最喜欢善良的男子了 但红魔应该千方百计 想要自己的性命 助名朗知道自己得罪了这个恶仙头子 日子会不太好过 所以他也不外出 居于恒星宫的神藏残月中 也已经成熟了 到时候自己闭着眼睛瞎逛 也可以踩到一两株神物 天书神浆 一轮黑色物体 正悬挂在神浆苍穹之上 无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 都可以清楚地看见 犹如这个世界上 凭空出现了一颗乌月 哪怕在月灰最盛的时分 这乌月依旧悬在那里 正凝视着大地上亿亿万的苍生 玄歌神国 虽然依旧坐落在神浆中 但因为玄歌已经成为北斗星神 他的神国将独立出天书 拥有自己的绝对信仰 更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神浆 在七大神州 陆陆续续接壤的过程中 天外不断有大陆与大地 陨落在玄歌与天书的土地上 这其中有一部分归属了天书 也有一大部分 被划入到了玄歌神国中 神国的疆域越来越广袤 一座又一座神庙 也在那些新的大地中屹立起 在黑暗的侵袭下 几乎没有任何一座大陆和大地 可以孤存 他们必须选择一位新神 成为他们的至高信仰 至少要寻求这些新神的庇佑 这也使得八位新神的信仰之力 越来越强大 他们即便不需要去神州 各地搜寻那些资源 修为也在迅猛地上涨 观星楼上 玄歌身穿着流彩的沙粒 他凝望着头顶上 那一颗始终不坠落下来的 乌色神浆 那乌月并不是真正的月亮 它也是一颗新路神浆 是代表着第九神浆的 幽痕 幽痕神浆中没有人足 而且这颗星辰神浆 在过去很漫长的岁月中 都在天与虚空中流浪 上面究竟有什么 到现在他们八位新神都不清楚 但玄歌已经预测过 预测过幽痕心上 凶险万分 那是一个幽久古老 危机四伏的原始疆域 像玄谷物种 这样的存在在上面 很可能只是最为常见的生灵 幽痕心上的东西 对于北斗神州 来说就是天外魔神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玄歌根本不希望 他降临在北斗神州中 毕竟北斗神州中神者 依旧是少数 绝大多数都是凡修 凡人 他们在幽痕心中的 古老物种眼里 当真如虫蚁文银般渺小 但是 神州有九大神将组成 缺幽痕心不可 幽痕心一天不陨落 九星不能齐聚 永夜到来 那将是有史以来 最为可怕的灾变 人选好了吗 玄歌听到了 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于是询问道 嗯 眉烟动人的女子点了点头 她抬起了目光 望着乌月 她能够看得很远很远 她甚至看到了 乌暗幽痕心中 有庞然古物 在天与夜空中飞行 他们肉躯之强大 可以冲破虚空风暴的阻隔 仿佛没有幽痕心上的 牵索心力 他们已经脱离了 幽痕心的束缚 直接降临在了神江中 第1075章 生死关 清晨 屡屡光辉如金色的丝绸 洒落在了一个 落满红叶的庭院中 一位身穿着妙慢裙袍的女子 缓缓地步入到了庭院中 院内 一位年轻充满活力的女子 正在拿着扫帚 清扫着落叶 她的眼睛上 蒙着一青红的丝带 显然是一位盲女 走错门了吗 盲女望门外的方向望去 不知为何 她明明什么都看不见 却感觉 那里有一个 隐隐发光的轮廓 这个轮廓恶娜鲜美 甚至能够嗅到 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体香 胜过初春雨后的花朵 嗅雨晴 门前的女子问道 嗯嗯 盲女愣了一会 片刻后 她才用自己 可以听到的声音道 好久没有人 叫我这个名字了 你的小院子 打理得挺好的 女子缓缓地走了进来 打量着周围 闲暇功夫 自己种一些喜欢的东西 虽然看不见 他们开得怎样 但有香气就足够了 秀雨晴回答道 说完这句话 她停顿了一会 这才有问道 您是 我的家人早早离世 我的故乡也没有什么人 记得我这个离经叛道之女 你是爱助我 回去示众的吗 我不应该将那些 和我一样遭遇的 女孩们带离那里 你们要惩罚我 对吗 不是 我和你的故土 没有任何关系 对了 你从没有见过 自己种的这些花吗 他们很美 女子在庭院那点点 如新的花 从来回走动着 欣赏着 没有 我看不见 秀雨晴说道 说着这句话时 秀雨晴感觉到了 这位不速之客 走到了她的身后 而且离得她很近很近 香气弥漫 似无数的花蜜醉人 她感觉到 自己后脑勺头发处 有一只温和的手 这双手正解开了 她竖着眼眸的丝带 丝带缓缓地飘了下来 映入眼帘的 是灿烂的阳光 与自己年幼时 看到的一样 五彩缤纷 紧接着 她看到了院子里 那些星星点点的花 虽然种得并不是很整齐 但却有一种野生自然之美 叉子烟红 比自己想象终胜放得更浪漫 秀雨晴有些不敢相信 她甚至内心 被眼前的这一切 给震撼到了 整颗星要随之 融化在这样的 尘光尘花中 原来自己一直都生活 她沉浸在其中许久 不可思议 又欣喜万分 她转过头来 看着身后 为自己解开丝巾的人 这瞬间 她又一次感受到了 美的直击心灵 方才的那一切 都不及这一张绝美容颜 不 我可以看见了 秀雨晴说道 往后你都可以看见 绝色女子说道 可是不久前 医生才告诉我 我的状况非常糟糕 因为当时故土的人 在对我进行盲行时 给我留下了病根 甚至说我可能活不了 忽然 秀雨晴意识到了什么 秀雨晴猛地转头 往屋子里望去 那撑起的竹窗处 一个女子安详地 躺在了陈光中 那女子与她长得一模一样 秀雨晴连忙低头看自己 发现陈光正穿透过 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有些虚幻 我 我这是死了吗 秀雨晴回过了神来 她显然不是那种 会被周围的事物 冲昏头脑的人 她冷静了下来 她没有显露出悲伤 只是有些错愕 嗯 陈光中的美丽女子 点了点头 那您是 我是来带你走的人 啊 传言人死后 不是牛头马面 来带走魂魄吗 怎么会是像你 这么好看的人 秀雨晴不解地问道 内心污浊的人 才由牛头马面带走 不过牛头马面 也是神明 他们就栖息在我们身边 可能是你的邻居 可能你偶遇过的人 女子平和地说道 所以 你是传说中的死神 秀雨晴问道 我执掌活人的阳寿 用民间的说法 我应该是一位生死判官 绝大多数人死后 多由鬼差带走 一部分由牛头马面带走 而一些特殊的人 像你这样的 才由我亲自前来 女子用温和的语调说道 这种语调很舒服 像一位非常慈爱的大姐姐 即便知道自己 已经离开了人世 秀雨晴也没有感觉到害怕 这样啊 那我们要去哪儿 秀雨晴继续问道 每个人都会向我索要一些时间 毕竟每个人心中都有遗憾 我可以给你两天 让你向身边亲近的人交代一番 当然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你见过了我 也不能提及 你是离世之人 女子说道 秀雨晴听着这一番话 不知为何 脑子里想起了四个字 回光返照 这就是为何 有些人明明看着快不行了 却忽然间状态良好 吃好 喝好 叮嘱这个 交代那些 然后忽然在后几天就撒手戏去 不用了 虽然有牵挂 但我没有什么遗憾 秀雨晴摇了摇头 说着这些话 屋子外头传来了脚步声 一个人穿着硬靴 正快步地走到了庭院之中 她显然看不见秀雨晴的魂 也看不见神明女子 她提着一袋热腾腾的早餐 都香喷喷的豆浆 怎么门都不关 一个女孩子这样多危险 男子抱怨了一句 但还是朝着屋子走去 男子整理了一下衣裳 这才用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秀姑娘 我给你带早餐了 有你最喜欢的豆浆 吃完之后 可按照医生的指示 怕要喝喽 男子轻声细语 怕惊醒女子 雨晴 起来了吗 雨晴 我是林松 你今天状况好点了吗 雨晴 林松发现了不对劲 急急忙忙绕到另一边 透过枝起的竹窗 她看到了秀雨晴静静地躺在床上 脸色微微发白 不算难看 但却已经没有了气息 林松自然可以感觉得到 她急急忙忙冲入屋子里 虽然有强大的感知 可以轻易地知晓 一个人是否还有气 但她还是不敢置信地伸出了手 将手放在了秀雨晴的鼻尖下 林松的手 一直将在她鼻下 另一只手提着的早餐 却滑落了下来 撒了窗前一地 她待在原地 那张脸上从惊恶 慌乱 慢慢地转变为痛苦 可痛苦没有持续多久 她却表现出了一种咬牙切齿的愤怒 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你 是哪个混账鬼差 把你的魂勾走了 我林松一定给你夺回来 等我 雨晴你等我 这个世界上 没有我林松夺不回的东西 没有人可以把你带走 谁都不可以 第1076章 鬼暗花 林松双眼通红 她跌跌撞撞地往门外冲去 想要去追赶秀雨晴的魂魄 但撞倒的桌椅处 一张信尖缓缓地飘落了下来 林松正好看到 她狂躁的气息 因为这一张带着淡淡幽香的信尖 而停歇了下来 她拾起信尖 双手颤颤巍巍地打开 果然 这是留给自己的 打开第一行 就只有两个字 是她的名字 林松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 刚才还犹如狂风暴雨的她 在那一段一段真心流露的话语中 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但这份平静 却带着细语绵绵地哀伤 为什么不与她当面道别呢 女子问道 我也害怕 害怕说不出口 害怕这种挣扎 其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如果失望过多 只怕一切会更糟糕 秀语情说道 我见过很多留念这个世界的人 哪怕她的一生 其实很坎坷 到最后都会近乎疯狂地要求 我多给她们一些时间 你明明也很在意 也想与她当面说说话 但却依旧选择这种方式离开 晨光中的女子说道 我们走吧 秀语情转过身去 不再去看林松泪流满面的样子 嗯 风来 片片花叶 也随着这阵风飞扬到空中 花香在这附近好几户人家中弥漫开 一些人 此时才醒来 正好香蕴扑鼻而来 清水河湾 河湾沙洲中 一座古朴的河庙 庙宇中有一娘娘 手捏着一株心芽 神像栩栩如生 前来祭拜的人 并非带着香烛 而是剪下自己种植的苑树的枝叶 林中的鲜花 也是可以的 来来往往的人不守 一大清早就有一些人 自愿在河庙附近打扫 修缮 秀语情的魂魄 被带到了这里 她有些困惑地 看着往来之人 你可以选择轮回 也可以选择留在这里 从今往后 你就代表 这位河庙娘娘 是一位神明 女子说道 庇佑一方的神庙娘娘 现在只是见习神明 等你功德圆满了 便是真正的河庙娘娘 那个时候 你会拥有一具凡人之躯 大概投生在这些 祭拜的某个好人家中 但你此生的记忆 会慢慢地消失 女子接着说道 神庙娘娘都由您来认命 那您究竟是怎样的神明 我应该拿什么来感谢你 秀语情有些惊讶到 她以为自己会被带到 阴曹地府 会受到死后信仰的审判 甚至可能遭受一些酷刑 但她没有想到 自己竟拥有了神格 成为了必有一方的神庙娘娘 我也不知晓 大概就像你一样 忽然某一天 有一位不速之客前来叩门 告诉我 上苍有一道旨意 我便遵照着这个旨意去做 不用感谢我 感谢你自己 你所坚持的 你所抗争的 都让你 值得有一个好归属 女子说道 我该怎么向您汇报 秀语情意识到 自己 似乎成为了掌管阳间的神明之意 尽管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和妙之神 而眼前的女子 自然就是自己的神明上司 我在那 有一间画室 但没有什么事 不用到我这来 神明各司其职 大家都在寻觅着自己的神明之道 画室 秀语情朝着河流的上游望去 看到一片紫竹中 有一雅致的小楼 隐约可以看见 那些从楼栏处垂下来的画布 上面有未干的彩末 原来神明真的 就在身边 这个画室 秀语情散步的时候有见到过 因为是私人领地 只能够隔着梨墙参观 残月之上 祝明朗一上蓝绿的 从一片太古月灵中走出来 他的脸上有伤痕 差点破了像 他的胸膛与腹部都有血痕 甚至已经快长出了疤 在祝明朗身旁 凤月白龙 阎望龙 女蛙龙 剑灵龙 玄龙 精灵银龙 这六位修为 都已经达到神主级别的龙虫 也都是伤痕累累 阎望龙疲倦地 直接趴在地上 精灵银龙 蹲在阎望龙的脑袋上 累得像一条 小花狗吐着舌头 这不是人呆的地方 太恐怖了 祝明朗骂骂咧咧咧 差点全军覆没 锦里先生飘了出来 我觉得老天爷在坑我 什么功德奖赏 分明是叫我把死冤中待 祝明朗心有余悸 残月再度开启 这一次祝明朗 是满怀信心地 前往了残月神藏之地 要知道自己的神明功德 积攒成了紫气祥云 按照以往的路数 自己会无意间获得大机缘 要么得大笔钱财 要么得修为 无论是神君级的墨守 还是恶贯满盈的红意 这两个大恶神的死 怎么也可以换取 大量的神跟灵资 祝明朗觉得 老天爷让自己白捡 一个十万年宁华都不过分 毕竟扶尘神这职位 真的太高风险了 要没有天大的好处 自己宁愿去当宋子仙神 帮那些后半生 不幸福的人带来希望 这活真不难 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机缘 其实是踏入一片太古幻的 那里显然是 时空扭曲的遗迹 遗迹中呈现出了 这片残月曾经辉煌时的样子 而里面的一些圣魔残魂 丝毫不亚于玄谷物种 感觉都是一些 封印了不知多少个岁月 等待着戒尸还魂 绘图转世 夺舍重生的太古老怪物 祝明朗现在越发地觉得 天外有天了 神王寂静绝对不是 神明的最高点 那些明明残魂残食 却丝毫不亚于如今的神魔 要不是自己龙多世众 真就被永远留在里面了 不管怎么样 这鬼暗花是拿下了 有了它玄龙的成长问题 就好解决了 锦李先生说道 唉 这就是神君机缘之壳嘛 太难了 修行之路真的太难了 祝明朗哀叹一声 拼死拼活 也不过是得到了一个机缘之壳 简单来说 就是给了你一个晋升的资格 能不能晋升 还得看之后的表现 鬼暗花 这就是祝明朗此行的全部收获 神明功德确实给了祝明朗一个机缘 这个机缘 正是让玄龙有望成长蜕变 踏入成年期 玄龙现在只不过是成长期 龙的每一次成长蜕变 都会伴随着修为的大涨 能力的升华 所以 玄龙从成长期踏入成年期的话 绝对可以轻松冲破神主级 化身为神龙君 第1077章 躲不掉的 这鬼暗花是关键 它具备了类似于岁月波的能力 而且不仅仅是作用大地万物 生灵也会得到催熟 只可惜 这鬼暗花是干枯的 需要同一个时期的圣路才能够复苏 并带来岁月生机 问题是 那种时期的圣路 在北斗神州 其实是不存在的 祝明朗也了解了一下 北斗神州的历史 各大神将历史最悠久的是开阳 但据说 也不过是存在90万年 祝明朗所需的圣路 是100万年级的 而且不是催熟物 也不能是修行类 必须是实实在在百万年的树木与鹿 这个条件太苛刻了 祝明朗得要去天外找十足遗迹 估计寻找个一两百年 有那么一丁点希望 可以找到这所谓的百万年 极尽圣路吧 一朵枯花架子 有卵用啊 锦里先生 你学识有上线啊 玄谷物种之上 还有一个太古物种 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及过 祝明朗埋怨道 下重不可语兵 这句话 你没有听说过吗 你所在的修为和境界 这辈子 会不会遇到太古物种 都不好说 就那什么银溪之门里面 跑出来的玄谷物种 就已经把北斗神舟 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还谈什么太古物种 锦里先生说道 那这不是遇见了吗 祝明朗道 人欲横仙部都告诉你了 这残月 可能是以前的月亮 有太古物种的残魂残念 不是很正常的吗 还好只是残魂残念 要真遇到个太古物种 你还能在这里喘气 锦里先生说道 既然撞见了 你给讲一讲 祝明朗说道 百年为妖 千年为魔 万年为圣 十万年以上的称之为 玄谷物种 百万年还没有修成正果的 则是太古物种 北斗神舟七个神江 年龄最大的开阳 也才九十万年 北斗神舟里 岁月最悠久的新路 都不及百万年 自然不可能有太古物种 我有必要说吗 何况我老人家记性差 你不知道吗 锦里先生没好气地说道 祝明朗一度怀疑 锦里先生 自己也是摸索阶段 可惜 他说的东西 有的时候 还真有根据 那怎么办 这枯鬼暗花 留着何用 祝明朗说道 问一问玉恒仙啊 虽然说七大神江 都没有那么悠久岁月 但北斗神舟中 应当会有类似残月 这样的神藏之地 圣路不算太难找 只要是 那棵树上的露水就可以 关键就是 再怎么找到 这个年份的树 锦里先生道 祝明朗离开了残月 为了不下这人家 祝明朗回去清洗了一番 把自己身上的伤势 做了一些处理 祝明朗 这才前往玉恒宫 果不其然 玉恒仙女神 正在悠闲地 看着民间画本 这些画本里 多数是一些 有关各种各样神明的小故事 以前祝明朗还不敢肯定 但现在可以笃定 玉恒仙女神 绝对是一个 不务正业的神明 大小事情 她一概交给五大剑仙处理 相当重要的事情 她交给孟冰茨处理 生死存亡的事情 她大概是第一个跑路的 小姨 祝明朗上前去 脸上露出了一个 虚心请教的笑容 哎呀 女神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大概是那种霸道 仙尊爱上我的类型 看到祝明朗过来 急忙收起了画本 眼中闪过一丝慌张 您堂堂神王 听不见我的脚步声 人家正投入吗 孟玉常说道 您看什么呢 祝明朗寒暄几句 从其他神将传过来的 说是一位英明神武的女尊 遭亲人陷害 被迫与一流浪男子 共处一夜 从天书神将传过来的 祝明朗问了一嘴 你怎么知道 莫非你也看过 据说这话本书 现在天书盛传 没多久传到别的神州 现在夜太长了 大家都很无聊 于是这些民间小说 画本极受大家喜爱 我现在看的这个 正是北斗神州 现在最火的呢 咦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杨寿不是找回来了吗 孟玉常说道 咱们聊点别的 祝明朗脸色是越来越差 给版权废了吗 这些无良的书铺商家 此行如何 玉衡孟玉常问道 很糟糕 您看看这个 祝明朗拿出了枯萎的鬼暗花 我不认识这些花花草草 月恒星女神 很直接地道 这是鬼暗花 它需要百万年树木的语录 才可以恢复生机 是那种真的存活了 百万年的 祝明朗说道 呀 巧了 孟玉常突然打断了 祝明朗的话语 真有百万年的老神树 祝明朗眼睛一亮 现在的北斗神州没有 但应该很快就会有了 孟玉常说道 为什么现在没有 很快就会有 难道有一棵树 正好差了几个月 有枝妖巧吗 祝明朗说道 之前不是和你说过 第九星忧恒吗 忧恒星是存在最久远的神江 大概有130万年 忧恒星上 肯定是有太古之数的 孟玉常说道 啊 是不是很巧 我向你母亲推荐 由你代表 我们预恒上忧恒星 把忧恒星给拽下来 你想啊 忧恒星一直都是封闭星辰 上面的天才地宝 从未被外人动过 非常适合你 这种修为上升期的神明 而倘若你等他落下来 太古级别的牧神 肯定被其他神明瓜分 你很难分到一杯羹 孟玉常笑了起来 敢问小姨 您是不是也会什么 命运操控术之类的 祝明朗说道 为什么祝明朗觉得 这是孟玉常早就挖好的一个坑 自己多了那么大一个圈子 最后还是逃不掉这个苦差事 这就叫天意 你不想成为第九星神 想必未来的第九星神 与你有缘 所以 你怎么都逃不掉的 孟玉常说道 祝明朗苦笑了起来 到最后 还是得去那个无人涉足的远古星辰啊 幽恒星存在百万年以上 这是祝明朗没有想到的 北斗神州各路仙神 都已经跃跃欲试了 正好你可以到幽恒星上 躲避红魔一阵子 等你修成归来 也未必会怕他了 孟玉常说道 第1078章 如云大会 玉恒星女神说的没有错 最近自己所招惹的角色 都是狠人 像红魔 吕吾 西记 沈桑 都是神君级别的 要不是自己仰仗着 两位御仙长辈 这些人早就把自己的皮 被拔掉了 而且 这些人终究还可以靠许多办法 与他们周旋 打不过至少还可以躲一躲 但有一个人 是无论如何 都必须面对的 那就是华仇 华仇和自己水火不容 算算时间 他也快要出院了 华仇是一个典型的病神 他的残暴程度 比红魔还要恐怖 而且 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将自己挖出来 让自己魂飞魄散 眼下 自己所触碰到神君机缘 就只有玄龙的成年期 手上又拥有了鬼暗花 再加上忧恒星 关系到第九星神之位 确实眼下选择前往忧恒星 是最明智的 好吧 我去便是了 柱明朗点了点头 答应了玉恒星女神 这个去 可不是上去随意地逛一逛 有一项使命你必须完成 不然日后北斗神州 可能就要变天了 玉恒星女神说道 就是把忧恒星 从天上拽下来 柱明朗说道 嗯 过些天 我会将第几神石交给你 你将这第几天饮食 放在忧恒星的东南天角处 一共八个方位 每一个方位 都将由一位 新神所派遣的神明来完成 玉恒星女神说道 玉恒没有别的人选吗 柱明朗询问道 自然有 此事毕竟关系到了 整个神州的命运 而且事态紧急 你也知道 另外四位剑仙 对神手的位置虎视眈眈 他们已经联合在一起 以神手必须肩负这项重任 才能够服众为由 让你母亲前往忧恒星 你不去 自然是你母亲去 玉恒星女神说道 她从未和我提起这事啊 柱明朗有些意外道 忧恒星上有太多的未知 连我们这些北斗星神 都不敢轻易踏足 他没与你说 就是不希望你参与此事 但在我看来 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一方面 在那种地方 慕容师比神凡者生还的可能性 更大 另一方面修身修性 宾词比较擅长 天外探索 他可能会比较薄弱 玉恒星女神说道 明白了 其实我也对这忧恒星庭感兴趣的 谁让上面 有我要找的一百万年以上的太古之数 柱明朗说道 那就这么定了 什么时候出发 柱明朗问道 紧早 柱明朗以为的紧早 大概其实怎么也得大半个月 哪知道第二天一早 自己就被叫醒来 然后按照要求 换上了一身无比庄重的白色玉井剑长 被推到了人前 这是柱明朗 第一次参加玉恒星宫的庄重仪式 从他这个楼台望去 雪白亮丽 阴阴艳艳 就好像是在一片剩下的燕花丛中 妙慢的彩蝶 婀娜的清雀 雪阴的天鹅 高贵的云缝 目不暇接 缠得人直咽口水 玉恒星宫 太美妙了 这里 简直是男人的天宫仙境啊 以前出入的都太过匆忙 没有想到 玉恒星宫的美女竟如此波澜壮观 但话说回来 著名朗来玉恒星宫也有些日子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玉恒星女神 亲自开大会 见先 神尊 天女 圣女 凤女 侍女 女弟子 女徒 毕竟是女子为尊的神将国度啊 经不住令人沉醉 当然 除此之外 还有诸多男侍奉 全派地位最高 实力最强的男子 正是东宫剑仙沈桑 五大剑仙之一 沈桑之下 皆为男侍奉 这些侍奉的标志 就是 额上有杀制 金色代表着最尊贵的剑仙 其次是朱红 再是蓝青 最次是乌辉 如云大会上 祝明朗是极少数额上没有制 同时还有资格坐在上尊席位的 从之前剑仙沈桑 司空远途 蓝尊 以及灵狐仙师等人的态度 便可以看出在玉衡新宫中 地位与等级森严 而且因为玉仙特殊的修行方式缘故 男子程度上被视作祸水 哪怕很开明的 有一部分新宫成员 由男子组成 都被视作是附庸 所以 祝明朗这个没有附庸印记的人 在这一次新宫如云大会上是 何等的耀眼 尤其是一些思想更为陈旧的老祖师 他们对祝明朗 出现在他们的席位同一列上 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 奈何 祝明朗确实是玉衡新女神的亲侄子 毕竟在以往 每一代玉衡先 都不太可能有侄子这种亲戚存在的 去吧 做个表率 玉衡新女神对祝明朗说道 什么表率 祝明朗也愣住了 自己不是来走个过场的吗 为什么要自己发言 这么恢弘壮观的场面 祝明朗真没有怎么见过 难免有点小紧张 你作为领队之一 不要说些鼓舞人心的话吗 玉衡新女神 挑起了眉吗 啊 我领队是什么 难道我要带这么多人 一起上优恒新 传递人族火种不成 祝明朗说道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玉衡新女神 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祝明朗怎么可能真这样说 这些玉仙 天女 圣尊什么的 哪一个不是心高气傲的彩凤凰 世间没有几个男子 配为他们传宗接代 嗨嗨 祝明朗清了清嗓子 见这一双双闪亮的眼睛 正望着自己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主要是自己毫无心理准备 永夜将至 世人皆苦 上苍虽然拥有一双清明的眼睛 看到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但他也有无暇顾及 面面俱到的时候 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些 凌驾于凡人之上神者 为上苍分忧 庇佑众生 此行前往忧恒心 既是大功大德 同时也是凶险万分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便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不仅造福北斗神州 更可以踏着荣耀归来 卫裂先般 说完这番话 果然台下的人潮 并没有多大的反响 为上苍分忧 不是每一个神者 都可以领会这一层天机的 也因此达到神级境的人不少 坐上正神的位置 也只有那么些 第1079章 通天允和 无论你们身在何处 无心玉恒将护佑你们 玉恒心女神 随后补充了这么一句 话音刚落 整个玉恒心宫 想起了一片轰雷一般的回应 不少人刚刚有资格登上这个广台 第一次听到玉恒心女神声音的弟子 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 仿佛真神显灵 祝明朗看到如云大会上这些人的反应 不由地挠了挠头 好吧 信仰说什么 都是对的 自己就是一个 为他们信仰打工的人 回到自己位置上 祝明朗看了一眼旁边的孟斌慈 孟斌慈正在闭目养神 事实上他也是刚刚才得知 自己前往忧恒心的位置 被祝明朗取代了 也就是说 孟斌慈反对祝明朗前往忧恒心 而孟御常坚持这样做决定 孟斌慈不太高兴 这个如云大会 他甚至不想来 奈何现在这个玉恒心功 是由自己妹妹说的算 祝明朗本以为 这一次前往忧恒心是自己独行 却没有想到 是如此劳实动众 不过想想也是 忧恒心关系到了北斗神州的命运 北斗神州在这个年代诞生 最初的状态 也关系到了未来的存亡兴衰 谁都不希望 北斗神州九星合并之后 神州大帝一片苍茫灰暗 灵气稀薄 如云大会结束后 祝明朗才知道 整个玉恒心功 这一次前往忧恒心的 一共有三百多人 五大剑仙之二 东宫剑仙沈桑 北宫剑仙魏桓为领袖 而作为神手这边的代表 祝明朗也是领袖之一 一共三位领袖 沈桑 魏桓 祝明朗 将率领三百多名 玉恒心功大大小小神者 征伐忧恒心 人数之多 出乎祝明朗的意料 看得出来 这一次使命艰巨 不单单是第九星神之位 更在于北斗神州 能否平安地度过日渐逼近的 永夜 这两样东西给你 如云大会结束后 玉恒心女神 给了祝明朗两样神物 祝明朗有些疑惑地接了过来 这第一件呢 原本是星宫赐 与南宫剑仙袭记的 但他犯了错误 东西被我没收了 送给你 也当作是礼物迫害你的一份补偿 玉恒心女神说道 祝明朗打开了长长的匣子 发现里面赫然撞着一柄 遍体血红的玉剑 玉血之剑 这是正神血液滴落凡间 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 诞生而成的玉石 再将玉石打磨成了玉血之剑 这是我们玉恒心 攻凝五玉仙的剑 它曾经是最强的剑线 现在 它归你所有了 玉恒心女神说道 祝明朗对这个补偿相当满意 这玉仙血剑 正好可以补充避血剑名文 而且还能够让剑玲珑的实力 再提升一个层次 感觉再有两把这种级别的 玉仙血剑作为吞噬 剑玲珑也有望迈入神君级别 不过 这东西可遇不可求啊 这原本可是赐给神君的宝物 这第二件 就当是壮行九 毕竟代表我们玉恒心宫 前往忧恒心 能否完成使命暂且不论 有这份勇气 就值得奖赏 玉恒心女神 将第二件宝物 递给了祝明朗 祝明朗打开了方正的盒子 发现盒子里装着的是一株万年宁华广仙兰 这广仙兰 正是种植在玉恒心女神的后院 祝明朗当时特别想采摘顺走的 给你的小白龙吧 她吸收了天之心寒 地之月霜 作为玉恒心 我希望你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使命 但作为你的小姨 我希望你优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玉恒心女神说道 哦 哦 祝明朗点了点头 玉恒心女神刚走 孟冰茨便走了过来 虽然能够从她的表情中看出 她对自己前往幽恒心 有几分不满与担忧 但她也没有多言 而是和玉恒心女神一样 给祝明朗带了一些东西过来 祝明朗刚才的两样东西 都还没有收好 这种感觉 有点像小时候拜年 左裤都红包刚揣好 又有一位和蔼可亲的亲戚 将大红包塞过来 走之前盆满钵满 这是魂词书 对神魂有很大的收益 孟冰茨说道 哦 哦 自己小心 孟冰茨叮嘱了一句 好的 祝明朗点了点头 犹豫了一会 最后还是开口说道 娘 其实我敌人真的还不错 要不您再给她一次机会 随缘吧 祝明朗在内心底叹了一口气 只能帮跌到这了 说多了 自己也会被嫌弃 广袤的原野上 一座游天饮石堆砌而成的巨大轮盘 正在某种混沌的力量下飞舞着 他们就像天外的陨石带 从很远的地方望过来时 会看到成群成群的天饮石 犹如褐色的长沙在飘舞 他们的行动甚至没有规矩 根据玄歌神的演算 午夜十分 幽恒星将飘移到 离我们北斗神州最近的距离上 此时 神州与幽恒星之间 会产生强大的天饮之流 我们顺着这天饮之流 便有望进入到幽恒星中 当然没有进入到幽恒星的人 也不要慌 若被天饮乱流甩到其他地方 第一时间找最近的疆域陨落 北宫剑先未还开口 被众人说道 夜空下 树白柄闪烁着荧光的飞剑 正悬停在了空中 有些飞剑巨大如非洲 人甚至可以坐在上面 有些飞剑纤细如柳叶 但踩在上面的女子 却纹丝不动 仙气飘飘 高贵出尘 有些人则踏着一片 游剑列城的剑坛 这就是御恒星宫 前往幽恒星的队伍 基本上都是神级境 即便没有达到这个修为的 也一定是具备着 不亚于神明的能力 祝明朗作为一名慕容师 在这群御恒星宫高贵剑仙面前 就像是一个异类 但是 祝明朗的玄龙 足够威武神骏 所有人在空中 列成了遇见飞天之阵 所占据的空间并不大 唯独祝明朗霸占了一大片区域 这让他看上去 反而像这群遇见飞行的 剑师们的领袖 事实上 他也是领袖之一 就是没有什么威信罢了 咚咚咚咚咚 忽然 那些凌乱飞舞在 清源之上的天影时 开始有序地向上升 他们有些碰撞在一起 但却没有撞得散开 而是撞溪在了一起 越来越多天影时 撞聚在一起 甚至铺成了一条褐色的 通天河道 正朝着那巨大的 雾暗之星流淌而去 繁星密集 天广地阔 一条褐色的陨石和带阵 倒流向了无垠的星空 紧接着 诸多仙剑如飞星一般 冲入到了这道 流向夜穷的星河之河境中 绚丽 而不可思议 第1080章 少了一个 天外气流无比强劲 祝明朗在乘着玄龙 朝着忧恒星靠近的过程 甚至可以看到 一些人 被气流卷向一些 巨大的陨石中 然后就是一大滩 触目惊心的血迹 再飞往忧恒星的这个过程 就已经存在着凶险了 那些辛辛苦苦修炼到了神子 神将级别的人 无非也是想要借着这一次 得到上苍的青睐 成为正神 或者能够得到 提升神格的办法 殊不知 在这样的远古未知 神将面前 也不过是炮灰 玄萨龙对风的掌控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他甚至可以 借着那些天外气流浮摇上 自己不需要耗费什么力气 便轻轻松松地 靠近忧恒星 北斗神将越来越远 周围也越来越昏暗 整个黑夜中的忧恒星 甚至看不到什么发光的地方 在靠近忧恒星的过程 著名狼也不自觉地有些发慌 通向这忧恒星的星河之境 并不单单只有一道 北斗神州的神下组织 和闲散势力 也都想要踏入 无人问津的新世界 所以 前往这忧恒星的人非常多 大约估计有一万人 这一万人中 自然是以八位 北斗星神的神下组织为核心 他们是带着使命前去的 至于其他神下组织 有些是协助 有些则纯粹是去探索寻宝的 更有不少人觉得 忧恒星上存在着机缘 可以让他们 获得额外的正神资格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神明的世界 其实也与大自然中最原始的状态 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 相比于御恒星宫 开阳圣教 天书神语 玄格神庙这些 伞修们所飞往忧恒星的方法 都很危险 有一部分人 还没有摸到忧恒星的尘土 便直接在天外空域中 被拧为宇宙尘埃 祝明朗非常安全地着陆了 他背后的天空 御恒星宫的剑神 剑仙们 也陆陆续续着落 只不过 他们多数不像祝明朗 这么平稳地落地 大部分像强劲的陨石一样轰击下来 不少人把自己撞成了内伤 祝明朗作为领袖之一 他所率领的人 多数是神手部下 有四位剑天尊 还有不少跟着孟冰茨 修炼呼吸法门的剑师 祝明朗一概叫不出名字 清点一下人数 祝明朗对四位女天尊说道 少了一位 唐尊说道 好像是孔桥 急速陨落时 他还在我身后的 这回就不见他人影了 一名鹅黄色衣裳的剑修天女说道 是在碎尘代吗 祝明朗问道 是的 此行凶险 难免会有意外 我已经嗅到了一些古老生物的气息 大家先找地方隐蔽调息吧 唐尊表现得比较冷漠 我去找找看 你们跟着唐尊 祝明朗说道 没 没那个必要吧 被卷到天外气玄中 多半是没命了 蓝尊说道 祝明朗没理会蓝尊 吩咐了其他人跟随唐尊后 自己骑成着玄龙 朝着那片陨石流飞去 此时在忧恒心的陨石带 就呈现一种撞击大地的势头了 异常的凶猛可怕 顺着陨石天河的方向飞行还好 如果逆行 很容易被撞得粉身碎骨 玄龙腾空而起 他朝着那些迎面飞来的陨尘急驰 所有的力量强大的陨尘 都与他擦身而过 拥有进攻预知的他 可以完美地避开 这些密集的轰击 很快 祝明朗就在一片旋转的陨石风带中 看到了一个身影 似乎就是孔桥 他好像摔断了腿 整个人正紧紧地趴在一块 相对比较稳定的陨石上 但是那陨石正在朝着 其他陨尘撞击过去 他粉身碎骨 祝明朗急忙换出了女蛙龙来 女蛙龙从图印中飞出 他那双臂色的瞳孔 凝视在那颗速度 越来越快的飞云上 忽然 那颗飞云缓慢了下来 就像是一艘要触跤的轮船 及时抛下了船毛 玄龙挥动着翅膀 灵巧地穿过了那些 肆意撞击的陨石碰撞地带 落在了那颗悬停着的陨石上 孔桥脸色苍白至极 他一双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仿佛一个攀在悬崖下一整天的人 马上就要脱离了 少 少首尊 孔桥看到祝明朗过来 眼睛里有了光辉 这份欣喜与激动 是只有经历了这种 在死亡边缘挣扎后 才会流露出来的 你伤不重 调整一下就好了 祝明朗将他扶到了玄龙的背上 简单地处理了一下 他膝盖处被撞击的伤口 嗯 孔桥连连点头 感动得道 谢谢少首尊救我性命 我以为 我以为 没办法 自己也是收了好处的 而且 他们多数是跟着孟冰祠修行的 祝明朗怎么也得照料好他们 回到了忧恒新大地上 这是一个暗红的戈壁 见不到什么水源 也没有多少植物 在这暗红色的戈壁反衬下 连抬头看到的星辰与月亮 都仿佛透着一股子妖异的红色 祝明朗在一个凹坡处 找到了唐尊他们 出发之前 这些贱女 贱尊 贱神 贱仙们 一个个一起风发 一美飘飘 说不出的出臣艳丽 大家发誓凌乱 衣裳破损 狼狈的 就像是在野外生存了大半个月 再也没有那股子傲气与仙气了 孔乔 太好了 看到你没有事 真是太好了 之前那位鹅黄色衣裳的剑修天女 欣喜地说道 小眼睛里 还挤出了几滴眼泪 孔乔只是很勉强地 挤出了一个笑容来 在天外气旋呢 孔乔嗓子都喊哑了 让自己的这位小姐妹等一等自己 然而这位剑修天女头 都没有回忆下 生怕自己也被卷到天外气旋中 要没有少守尊 自己已经被撞得尸骨无存了 怎么都躲在这里 星宫其他人呢 著名郎有些困惑地询问道 我们好像与两位剑仙的队伍走散了 唐尊说道 那可如何是好 我们得尽快与他们会合啊 一些星宫女剑师 已经表现出了不安 在他们看来 只有跟着两位剑仙 才不会有什么意外